大家好,我們今天這個動詞 它大概是記at之後 另外一個法文裡面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動詞 這個叫做avoir avoir這個動詞 它其實跟英文的have是一樣的 就是說有沒有有什麼什麼什麼東西 那為什麼我們會說這個at跟avoir這麼重要 除了在我們現在式裡面 avoir它本身有代表我有什麼東西之外 未來,在未來同學學到了過去式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avoir跟at本身 都還是個非常重要的助動詞 那首先我們來看他們的動詞變化是什麼樣子 好,第一個呢,je 好,注意哦,它因為有後一開始就有母音了 所以我們是je 然後呢,du a 他 他 他 我們的動詞 他們 他 我們 我們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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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will have 然后 you will you will have 特别小心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先把他这个把他用 所以同学现在已经有看到很清楚 是这个样子 我老师把他用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上 像同学看起来会比较清楚 好这个把他给拉回来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他的动词变化是g a 他发的音是a 然后呢 du a 同学要特别小心 这里的是as as 这地方他的发音只有as s是不发音的 而且特别小心我们的du 他虽然是u跟a 两个都是母音 但是基本上他们两个是不会缩写的 所以同学特别小心du 很特别 du这个人称代名词你 他跟后面就算遇到母音 几乎是不缩写的 好然后呢 i 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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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要特别小心 他是有一个联音 然后呢 nous avons nous avons nous avons 因为s的前面是母音 后面是母音 所以s变成s的音 然后呢 nous avons 特别同学特别小心 后面的ons ons ons的s是不发音的 所以变成nous avons vous avez 这地方一样 他是有联音 vous avez 然后后面呢 ez的 是发a的音 好所以说同学不用再去发z的音 然后就变成vous avez 然后ils ont elles ont 一样 在这个地方他是发z的音 ils ont elles ont 所以同学可以跟着老师念一次 je du a il a elle nous avons vous avez ils ont elles ont 好 那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例句 非常简单 这个avoir它可以用多少多少的东西呢 例如说 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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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i 我家里呢 有一只狗 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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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男孩已经六岁了 Ila season Ila season Ila season 他总共有六岁了 好所以我们会发现 法文的年纪跟我们的中文是一样 他有六岁了 他已经有六岁了 Ila season 跟英文是用B动词是不同的 好那以上呢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Avoir 就是我们在那一开始一年级 学的是这个Avoir的动词变化 未来我们会慢慢学到Avoir 和他的这个用法 那这是我们最简单的用法 Je la season